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欢迎收看财经之国 今天台股成交量995亿 跟上周五差不多上涨了85点 而在上星期五的时候已经跟各位讲 多方未变 涨势未值 涨多一定会获利回吐 这一个乌云造顶 我也跟各位讲过 这一根乌云造顶是属于弱势乌云造顶 有没有看到这一根 这一根当天的时候我跟各位讲过 这一根乌云造顶它是属于弱势的乌云造顶 因为结构上我已经跟各位讲过 结构上涨的加速这一天大跌开高杀低 上涨的加速比下跌的加速还多 虽然量价收黑 K线收黑 但是上涨加速比下跌的加速还要多 所以我说过这个叫弱势乌云造顶 震荡完毕的时候还会涨 另外王老师又在淡数跟各位讲过一次 这根K线高点9521被突破的时候 你就知道青州已过万从山了 绝对不要小看这一波台股的行情 真的王老师再三的提醒你绝对不要轻忽这一波台股的行情 为什么如果王老师简单的讲如果今天这根K线出现了1329亿是短线以来可以说中线以来的最大量 这边你看过最大量是什么时候 看过1300多亿的量 这一根的量才多少亿 你看一下这一根的量这么大量也才1200亿 这1300多亿是什么时候以来的大量 我告诉你好不好 各位你去看一下1300多亿是什么时候大量 这一根量才多少 你再看一下这根才1450亿 有没有看到 1450亿是104年8月24号 来你看一下 这个是来到沙大最低点的时候1450亿 104年8月24号 现在是106年2月份 也就是说这里是一年半以来的最大量 这一根量是从这个底部以来的最大量 第二大量 来这个大量是多少 1300多亿 你再看一下1300多亿 之前的最大量一年半出现的时候 底部大量以后大涨 现在来到高点 如果这个是乌云噪点 我跟各位讲说 如果它是强势的乌云噪点的话 王老师一定会警告你 多空异味 桃子夭夭 灰灰衣袖 不带走一片的云彩 你这时候一定要当断折断 但是这一天出现的时候 王老师为什么告诉你 它叫做弱势的乌云噪点 因为结构没有改变 它是弱势的乌云噪点 弱势的乌云噪点 就代表获利回吐 我会再提醒是获利回吐 多方未变 多方随时会东风起战鼓雷 今天多方东风起战鼓雷 在突破这个高点 那星球王老师再跟各位讲过 这个高点9521点 如果被突破的话 青州将过万从山了 万点突破是近在眼前了 为什么 我们讲说只要是出现了量价背离 乌云噪点为多空异位一日反转 也就是说它会出现所谓的天价天亮逃命点 假设这个是天亮1329亿 出现了逃命点 那代表隔天以后量能就会背离 背离以后就会急缩 就会拉回 但是我说过量能它有没有背离 在隔天的时候我会没有跟各位讲过 它没有背离 今天都连续三天都在千亿 都在千亿 这1300亿 这将近千亿千亿 也就是说连续三天的军量都在千亿 连续三天的军量 只要是出现逃命量 只有一日大量以后 接下来量能急缩 但是你看到没 这两天连续都在900多亿的量 量能有没有急缩 没有 所以这个一突破就代表告诉你 它不是逃命点 它不是逃命量 它是甩轿以后再涨 就是王老师当天跟各位讲的 结构未变 多方未变 结构未改 那既然如此的话 只要越过这个大量 三天均量都在千亿之上的话 那我要告诉各位 你要小心 这涨势起来 万点突破 亦如反展 我要再次提醒 这里万点突破 是亦如反展 我们讲说有花堪折 直虚折 你要把握当下 当劲则进 你不要错失这个机会 当这个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就要清烈如火 奋力于己 在星期五的时候 上星期五 王老师有没有跟各位讲过 这两根K线叫做什么 拇指变盘 拇指变盘 我跟各位讲过 今天是开盘定多空 今天它就是开盘定多空 开高就多方控盘 开低就空方控盘 那今天它开什么盘 开高嘛 多方控盘 你再回到期货的部分嘛 今天回到期货五分线给各位看 我用五分线给各位看 各位你注意看哦 这是期货五分线 有没有看到 今天开盘在这边 期货五分线的时候 期货开盘 开高也要走低 等到现货9.05分的时候啊 它就往上涨 涨上涨 各位你注意看 这两根的K线 我放大给各位看 这两根的K线 是魔法K线的什么 叫做九升双尖 就是说 它突破这个前面的开盘点 形成了九升双尖 九升双尖突破 期货的开盘点 那叫做并坐起立 就是说代表这个开始 它要并坐起立 一定是收在九升双尖之上 那你要怎么办 那没有选项啊 当然是 期货进场 赶快进场 因为它开在 九升双尖之上 就是我刚才跟各位讲 它突破了 这一个期货的开盘点 两根的五分线 形成了九升双尖 既然九升双尖一行程 你要赶快进场 因为九升双尖一行程 一定会并坐起立 一定会收在 九升双尖之上 你在这里做多 绝对十拿九五八胜算 所以 台子啊 在九四九四 站在多方 来 到了十二点三十二分的时候 十二点三十二分 台子多单 获利出一半 因为见到了高点 出现了高点 顿化讯号 它只出现了高点 顿化讯号 没有多空意味 日线反转讯号 因为它出现顿化 所以代表 今天的高点 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退场 先获利减码一半 九五二九 九四九四买进 九五二九退场 小赚三十五点 最高点到多少 你自己去看嘛 最高点就是这里嘛 九五三三嘛 有没有看到 九五三三 最高点 九五三三 来到最高点 九五三三 九五二九 先退场一半 另外一半 标理它 续保 流仓 因为为什么 因为日线来讲的话 它在这里形成了 多空评分 明天台子还是开盘定多空 只要开高多方再攻击 开低啊 多单啊 获利出场不辞 因为啊 日线告诉你一件事情啊 这个叫做拇指变盘 量出反弹 K线收红 量价接吻 为多方反弹 位歇 掌势位置讯号 你再回到周线去看 今天才星期一 王老师就要给你看周线 各位 为什么要给各位先看周线 你去看一下 王老师用周线的给各位看 一般来讲啊 都是周五给各位看周线啊 今天星期一啊 叫做春江水暖鸭先知 要先知到本周的走势 所以王老师给各位看周线 这个叫周线 各位看到没 这个叫周线 他在三天的K线啊 有没有看到 要慢慢形成什么 一星二阳 我先跟各位讲 周线他告诉你 他要形成一星二阳 一星二阳啊 为中继再长的形态 已经出现了 隐燃成形呢 简单的说 从周线的理论 他出现了一星二阳 中继再长 隐燃成形的讯号 那既然如此的话 各位 日线 他已经突破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 王老师跟各位讲过 当这个高点被突破的时候 长势绝对不要小觑 到时候你会看到很多肋骨啊 轮动轮涨 这是今天要讲的第一个主题 第二个主题是什么 第二个主题啊 在金融控盘之下 指数绝对欲小不易 各位你看到没 今天最强势是谁 金融 今天的金融啊 量出啊 价涨 有没有看到 我放大给各位看 今天的金融啊 好像双底一样 量出价涨 他准备要突破一高点 二高点 突破一高点二高点 一定会再出现量出现存 简单的说 因为今天的金融啊 他是量出现存 形成了突破讯号 要突破什么 一高点二高点 突破一高点二高点 他就会像韩国一样 出现了这一根叫做突破线 有没有看到 这一根 我放大给各位看 各位当初没有忘记吧 他突破一高点二高点三高点的时候 在这一天的时候 他出现了突破线 看到了没有 那也就是说 金融啊 在这里啊 出现了什么 突破的讯号 金融啊 今天涨势最强 他出现了突破的讯号 准备突破一高点二高点 突破前的讯号已经出现了 那又代表一件事情 金融控盘 指数拉回啊 何惧之有 欲小不易 第二个 金融出现了突破讯号 准备金融在大涨的 出现的机会 就近在眼前 简单的说 金融在大涨啊 在这几天啊 又准备要大涨 金融要大涨的时候 指数又要再建新高点 所以指数啊 除了多单啊 先获利出一半之外 因为今天先产生顿化 顿化以后 另外一半叙流 等待金融 大涨讯号出现的时候 再加码 那金融会涨 我先问各位 我常跟各位讲一句话 金融控盘啊 指数欲小不易 唯有金融杀盘啊 大盘才会啊 应声重挫 只有金融不控盘 大盘才有可能 应声重挫 杀声隆隆 那金融在这已经出现了 突破讯号 代表金融要控盘跟攻击 那大盘何来的拉回 何来的空头只有 那也告诉你一件事情嘛 这个大盘指数啊 今天再创新高点 9548了嘛 那你就看着嘛 万点啊 市场还在纷纷扰扰 还在喊空喊多的时候啊 两岸原生提不计的时候 青州很快就过万重山 那接下来啊 万点一接近的时候 万点一突破的时候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群魔乱舞 那时候你就知道 什么叫鹿窑之马力 疾风之禁草 什么叫做标谷啊 乱世线 那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标股 在强势的发动攻击 如果现在是空方格局 如果现在是高点的话 我告诉各位 你不会看到上市股票 有这么多家涨停板 涨停了23家 各位 你看一下 我跟各位讲过 这个叫结构 上规的股票 涨停了15家 加起来将近40家涨停板 它都在轮动轮涨 今天涨金融 涨硕化 对不对 今天金融硕化 最为强势嘛 各位 这一股就是轮动轮涨 电子短线 现在暂时休息 但是你不要忘记 像电子在金融 吸金之下也好 在传产吸金之下也好 各位 电子 成交量还是不坠 有没有看到 电子成交量还有6×6 这个告诉你 电子金融非金电 结构皆强势 它是采取一个轮动轮涨 所以台股在这里 我要给提醒 2月份也许 近在眼前 很快的会涨一个金金涨 因为我刚刚讲过 金融在控盘跟攻击之下 指数欲小不易 那一定会产生 嘎空手 嘎空头的行情 等嘎完的时候 再论断多空 此时你不要起人忧天 这个时候指数 该做多的时候 你做多 各位你看一下 从1月份到现在 王老师进场指数 哪一次失误过 每一次都获利 每一次进场都胜算 没有一次失误 各位 1月23号 是不是赚了106点 1月12号 每一次进手 绝对是有胜算才进场 一进场一定获利 每一次进场一定获利 包括今天的进场 又35点 指数是致负还致命工具 就看你有没有计数 纪律跟策略 你不是无头苍蝇 进去跟他赌博 如果你将指数当赌博工具 那你干脆拿铜板来 正反面进场就好了 不是凭感觉 是有 你有10拿9种8胜算 讯号出现的时候 站在稳健 获利为先 当进则进 只要进场的讯号 对了 不管是做多做空 胜算 有10拿9种8胜算的时候 你进场 那你绝对 在指数的部分 你绝对可以10拿9种8胜算 个股不是如此吗 个股轮动轮涨 王老师上星期五才告诉你 什么叫 路遥之马力疾风之进草 路遥之马力疾风之进草 是一日论断英雄吗 绝对不是嘛 那是小人物减零钱的行为嘛 什么叫做大人物赚大钱 成者是因为有策略而成功 知道攻击的时候 当进则进 该攻击的时候会攻击 该防守的时候 该防守 该折磨的时候 要折磨 所谓啊 一不经一翻寒测谷 哪来梅花扑笔箱啊 没有经过千锤百炼 怎么会变成无敌铁金刚 我跟各位讲过 所以啊 有些股票啊 很多投资人 看到别的股票在涨的时候啊 又心动所痒 放弃自己的股票 又去追逐别的股票 每天像无头苍蝇一样 或者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看到别人股票涨 自己的股票不涨 像热锅上的蚂蚁 或者是把自己好的股票 丢掉以后 去追别的股票 各位就像金居一样嘛 对不对 在这里嘛 拉回的时候 你折磨不了 折磨你以后 你受不了 你出差的时候 他又这样 他又攻到涨停板 不是吗 相当多股票嘛 包括上市股票也是一样嘛 很多股票啊 你受不了的时候 折磨的时候 他是不是又创新高了 对不对 上去折磨你的时候 你受不了 他又创新高了嘛 只有一些啊 这种啊 名不经算的小型股啊 才有可能啊 这种是用这种飙涨 莫名其妙的飙涨 这种股票啊 你怎么进场 各位你去看他 他当初怎么下来的 两百多块下来的 这种股票是属于赌博性质的股票 如果你要玩这种股票 王老师也欢迎你 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有业绩 有题材 有现行 有筹码的股票 接下来能够让你有一倍两倍获利的 是真正有基本面的 而不是投机是投资的 是要让你致富 不是让你去搏命的 那个才是投资人真正要的 所以各位好好思考一下 台股啊 现在已经站上了 这一个点啊 这六四八九五二一点 有没有看到 这个大量啊 一千三百二九亿啊 大量啊 我说过这一根是弱势乌云造底 因为这一天啊 上涨加速比下跌加速还要多啊 所以称之为获利回吐 获利回吐 拉回我说过核聚之有 最多让你拉回到五日趋势线嘛 这个叫一二三四五 叫上升三法 拉回不升嘛 你核聚之有嘛 原为居肉像不改旗帜 你泰山奔移前不改颜色 那接下来他不就上去了 那接下来上去 以后就准备攻万点行情 那万点行情一出现的时候啊 一定是群魔乱舞 那些强势股啊 那些已经布局完成的标股啊 一定开始就会喷发 所以王老师跟各位讲 标股启动啊 近在眼前啊 势在必行 我们先进段广告以后 王老师回来告诉各位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野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逐报平安 花开富贵 新年到财运到 其他头顾 明春大回馈 年年发热岁专案 优质民师团队 领先正确资讯 最大的优惠 最佳的绩效 通通都在年年发 让你财富连连发 其他头顾 祝您财员滚滚 好运来 日日敬财 年年发 要选就选最好的 其他头顾 投资理财是一辈子的事情 其他头顾用最细腻的心思 为您做最专业的分析 稳定的投资通管 涨势做多 跌势做空 灵活的资金运用 顺势多空 双向操作 带领您避开风险 追求最高绩效 给自己一次积极 创造财富的机会 致富之路等您来加入 请大头顾02-2389-5489 2389-548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七米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欢迎回来现场 接下来台股啊 我要提醒啊 第一个 再次提醒 整个大盘啊 在金融控盘兼攻击之下 你绝对不要轻忽金融股 你绝对不要轻忽金融股今天的日线 各位 金融股这一根啊 今天的日线 你绝对不要轻忽它 因为啊 它准备要过一高点 二高点 再创新高点 当金融在创新高点的时候啊 指数绝对控盘之下 绝对欲小不易 第二个啊 你再从金融的周线告诉你一件事情啊 金融在这一次的时候 产生了一个KK线 但是这一根有爆量吗 你先看一下这一根周线啊 金融的周线 如果金融这一根周线 下刹量很大 我们知道量越大 转折力道就越大 下跌的空间又越大 如果量小 转折力道就越小 视之为获利回吐 为什么 因为在上涨里面 多方量大于空方量 所以在多方量大于空方量之下 空方在这里控盘 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七周 各位 下星期第八周 所谓春江水暖压先知 第七周 K线收红 第八周就会攻击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不是在本周攻击 就是在下一周 第八周攻击 如果整个K线来算的话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是费事 第八周攻击 如果以空方控盘的话 下周为费事 第八周攻击 不管是第七周 还是第八周攻击 告诉你说 空方量小于多方量上涨的量 那代表这个是属于获利回吐 获利回吐 有横盘七周 在这横盘第七周 下周第八周 春江水暖压先知之下 K线收红 代表不是本周攻击 就下个星期攻击 所以简单的跟各位讲 本周跟下周的行情 绝对不要小看 因为金融要控盘跟攻击 在金融控盘跟攻击之下 指数一定容易这样 拉回不升 而且容易急涨 所以指数拉回要占多方 这个我在昨天跟 在上星期五星期四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讲 包括这个大盘 在这一天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讲过 这个产生了1300多月 大家以为1300多月 就乌云造顶逃命量 我告诉各位 这个叫趋势线 一二三四五 叫上升三法 五日趋势 大于一日K线转折 所以我跟各位讲 它是获利回吐 那现在已经站上了 金融又出现了 周线出现了第八周 准备 本周是第七周金融 春江水暖夜阿仙之 第七周K线收容 代表本周跟下周 为多方控盘跟攻击在金融 那金融为多方控盘跟攻击 那你认为指数空间有多大 往上涨空间有多大 拉回有多小 那金融控盘之下 那类股个股不就轮动轮涨 强者就很强嘛 强势股一定轮动轮涨 金金涨 就好像玉金光一样 涨多它会不会获利回吐 会啊 玉金光王老师有没有买 没有买就是没有买 王老师就是没有买玉金光 王老师不会说 玉金光没有买 我每天告诉你说 玉金光当初我告诉你在这里要买 你不买 这里你看看涨多少 涨得好像这老师有买一样 其实啊有多少老师有买 根本都没买 真的没买 但是它是一个教材 讲得好像每个老师都有买 其实都没买 王老师也没买 王老师有去分析吗 王老师分析的时候就告诉你 没买就是没买 但是我说过 临渊限于啊 你不如啊 捕王 捷王去捕鱼啊 你在这里羡慕玉金光长成这样子 你错失玉金光不要可惜嘛 就好像我告诉你 你错失有微科也没什么好可惜嘛 对不对 也没有什么好可惜嘛 你错失有微科也没什么好可惜嘛 错失玉金光也没什么好可惜嘛 对不对 但是你不可以一错再错 一直错失标股嘛 就是我跟各位讲 临渊限于 你不如捷王去捕鱼嘛 你先找到啊 我常跟各位讲 股市啊 有1700档股票嘛 不要在股市里面瞎子摸响 唯有专业技术分析 我讲过专业技术分析 一再讲专业技术分析 还有第一手消息 第一手消息 再讲一次第一手消息 股票才会让你致富工具 臣者记好 臣者因为有策略而成功啊 败者因为随心所欲 所以大人物能够赚大钱 是因为跟着王老师的脚步 该攻击就攻击 该防守就防守 该杀盘就杀盘 败者是随心所欲是什么 心惊胆跳啊 忐忑不安啊 在这里啊 小人物只能赚零钱啊 所以王老师跟各位讲嘛 标股第二档嘛 你拭目以待嘛 今天续长嘛 对不对 今天是不是续长 我跟各位讲 你就拭目以待 第三档标股 你也拭目以待嘛 第一档是有威科嘛 第三档你也拭目以待嘛 我讲过你就拭目以待 时间会来见证王老师说的嘛 你越早进场啊 趁这两天啊 大盘啊 在涨金融涨硕化的时候 电子压盘的时候 小涨的时候啊 有拉会的时候 王老师会带你赶快进场 不要错失这个机会啊 莫到桑鱼丸啊 尾侠上满天啊 涨势还早得很呢 这涨势真的还早 这只是初阶段的 第一波涨是涨了四层的涨停板而已嘛 那后面还有嘛 那你合的啊 就好像玉金光嘛 各位你去看一下玉金光 对不对 当初怎么涨 涨在这里的时候 你觉得好可怕 后面主身段才来 我现在王老师要告诉你 标股的主身段 现在才来 所以赶快把握集会吧 跟上脚步 祝各位操盘顺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切之客 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逐报品安 花开富贵 新年到财运到 起发头顾 明春大回馈 年年发贺岁专案 优质民师团队 领先正确资讯 最大的优惠 最佳的绩效 通通都在年年发 让你财富连连发 起发头顾 祝您财员滚滚 好运来 日日敬财 年年发 要选就选最好的 起发头顾 零二 二 三 八 九 五 四 八 九 二 三 八 九 五 四 八 九 起发头顾盘中收费语音 零二 零四 五 八 九 六 六 零二 零四 五 八 九 六 六 古海茫茫 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起发头顾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起发头顾 零二 二 三 八 九 五 四 八 九 二 三 八 九 五 四 八 九 台湾人很环保吗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是不是一只鸽子背着高丽菜 那是环保标章 你看这边有说环保